加拿大女间谍偷情报 被张伟丽摁住抱打 打掉了五颗牙 KO昏迷在地 大家好 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走进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站的比赛现场 今天这场比赛 作为东道主的全国武术冠军 张伟丽再一次披挂上阵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张伟丽 身穿白色的运动衣 走进擂台上 十分的有自信 今天她的对手 是来自加拿大的一名拳王 不仅是拳王 她在工作的之余 是打拳的 她的正式工作是一名 加拿大中情局的女间谍 今天来到我们中国 偷情报被抓 被网友爆料 张伟丽就将他约到这个擂台上打比赛 和我们看一下 刚开场张伟丽就把对手打得摇摇晃晃 一个扑摔 把对手压倒在地板上 对手的快头确实很大 张伟丽横跨两个级别和对手打 爆腿摔 把对手压在地板上 刚开场二十多秒钟 张伟丽已经两个爆摔 把对手压在地板下 小心张伟丽吃到对方一个大力摆拳 再来一个爆腿 我们看看这一波有没有打击 冲上往下 狠狠地爆锤 没有 连续三个 几乎没有给对方带来太重的打击 反倒是对手的 勾拳把对手打到坐下 双腿一软 坐在地板上 张伟丽还是要打战力 不错 要KO了 无命勾拳 直接摁在铁龙边 打死在擂台上 哇哦 实在是太漂亮了 恭喜张伟丽为国争光 为我们中国产出了一名女特务 女间谍 让我们为她欢呼喝彩 点赞转发 多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伴随着精彩的慢镜头 结束今天的解说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位表演的 决定技术 testament 技末 the official decision is in it resides with bruce buffer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referee herge means called stockholders contest one minute twenty two seconds of the very first round 優秀的负责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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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